大家好,我是東京走球的鮑勃 東京真的很好玩 在市區內玩個幾天不是問題 但行程的其中一天,會不會想換個心情 離開這個大城市去看無敵海景 到Outlet寫拼 爬個小山 拜訪古城 參觀國寶 或是看看其他地方的美食呢? 本集影片鮑勃就來介紹從東京出發 約一兩個小時內 就可以方便到達的一日遊景點 那我們看下去吧 智富市位於祈禦縣的西部 人口雖然只有6萬人 但面積達578平方公里 大概是台北市的兩倍大 是一個富含自然以及歷史景觀的城市 也是東京近郊可以看到雪的地方 本集影片我們就來帶大家看冰柱 看雪中神社的冬季致富一日遊吧 大約早上8點抵達池袋車站 可以先吃完早餐或是買個早餐在火車上吃 我們搭乘2019台Debut的La Vieux特技電車 這台電車的特色是超大的玻璃 可以無遮蔽的看到窗外景色 搭配寬廣且舒服的座位 大約一個半小時我們來到西武致富站 從西武致富站轉成巴士不到一個小時 我們來到致富三大冰柱之一的三石槌冰柱 這裡分成兩個區域 第一區是天然形成的冰柱區 從岩壁流出來的水結冰之後形成磁器官 寬度約30公尺、高10公尺 往上游走的第二區是人工冰柱區 就是在岩壁上面倒水形成的冰柱 寬度55公尺、高25公尺 真的滿壯闊的 如果大家有開車的話 可以來看看夜間的冰柱燈光秀喔 據說真的很美 離開30槌冰柱 我們繼續搭巴士往下走 來到飆高1100公尺的三豐神社 三豐神社名稱的由來是1900年前左右 日本的第12代天皇、錦形天皇 在東國巡席的時候 在此地看到雲曲山、白岩山、廟法越 這三座高山後取了名字 巴士到達車站先在商店街買點小東西吃 鮑伯姐的味噌烤糰子跟馬鈴薯 熱熱的超好吃 就邊看白雪邊吃吧 接下來我們就進到三豐神社的境內 先看到了罕見的米茲托梨 就是三個鳥居合在一起的一種鳥居樣式 往下走來到奧宮搖拜殿 在這裡可以看到超美的山景 然後經過江戶時期建立的隨身門 紅色的門配上雪景 讓顏色看起來更鮮豔 接著走過正餐道 還有青銅鳥居 我們來到拜殿 拜殿色彩非常的鮮豔 兩旁也有超過八百年歷史的神木 是關東非常有名的Power Spot 在這裡大概待個兩個小時左右 我們乘坐巴士回到西武製服後 轉成西武鐵道 大約二十分鐘我們來到場景 現在時間大概是下午四點半左右 我們在周遭吃點東西吧 阿左梅冷藏的寶登山道店 夏天跟冬天總是很多人 家店使用的冰是致富深山中的天然冰 所以口感綿密且細緻 搭配無食品添加物的自製沾醬 我們點了紅雞茶爆冰 跟草莓哈密瓜爆冰真的很好吃 另外利用天然冰所製作的水羊羹甜而不膩 如果覺得爆冰太冷的話 吃個水羊羹也不錯 想吃點鹹的東西可以試吃Nagatoro eggare 鬆軟的可麗餅包住多汁的熱狗 湯湯的很好吃 在天黑之前我們可以在 常境之名的岩碟散步看看風景 搭乘致富鐵道在雄谷轉達高崎縣 回到了東京車站 今天冷了一整天 應該想吃個暖暖的晚餐回復一下體力吧 來吃車站美食街的烏龍麵百名店 玉丁本店 味噌無農麵聽說跟米古屋當地的風味很像 大家可以試試看他們的關東煮 如得恰到好處 以上就是東京附近適合一日遊的行程 希望看完這部片 可以讓你來東京自由行的行程更豐富多元 如果喜歡這種類型的影片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挖寶 及加入會員讓我們有更多的經費 拍攝更多優質的影片 如果想多多了解包補跟文恩的話 也可以like跟follow我們的Facebook粉絲團 以及Instagram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